大学室友怀孕三个月被我发现 苦苦哀求我不要告诉别人 我心软 不仅帮他隐瞒同学和老师 还尽心尽力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直到他厕所馋子 孩子被塞入厕所下水道 窒息而亡 他被人发现 于是他在校园论坛上 大肆造谣我私生活混乱 所有人都认为 是我因怀孕精神崩溃 杀死孩子 我白口莫辩 绝望中从天台一跃而下 在睁眼 回到室友刚刚怀孕的时候 我反手拨通了辅导员的电话 我醒来时 依旧不敢相信自己重生了 躺在床上 我回忆着自己的死亡 天台上寒风凛冽 我在无数人或嘲讽 或鄙夷的目光中 一跃而下 骨骼寸寸碎裂 鲜血蔓延 人群中尖叫声 呼喊声灌入耳朵 我轻轻笑了 笑自己识人不清 也笑 终于结束了这场恶梦 让我想想 被是把我逼到绝境的他 在干什么呢 哦 他躲在富二代男友的怀里 富二代男友一脸不耐 够了梦然 你怎么那么贱 自己不检点 凭什么非要逼小出来 帮你背黑锅 没有发现 怀中女人眼底的得意和挑衅 亲爱的你别自己冉冉了 这都是我的错 是我没能看好冉冉 竟然让他 让他做出这种事 我看着他 凭借而绝望 张静初 你真以为自己能高枕无忧了吗 你会遭报应的 哈哈 说吧 无视对方骤然难探的脸色 我养生坠落 砰 回忆戛然而止 寝室门打开又关上 茶茶酥酥的脚步声响起 寝室是标准的上床下桌 每个人的床都搭了帘子 室友汪清清以为我还在睡觉 小声开口 咦 静初你怎么买了这么多零食啊 不是说要减肥吗 啊 我路上刚好看到有家超市在打折 所以想囤一点 看了我买得多 其实这一大袋子都是帮冉冉带的 感觉他最近食量大了不少 这样啊 你俩感情可真好 汪清清笑着打趣 接着 张静初的脚步转向我的床位 刷 我的床帘被拉开 张静初转头就看到我盘腿坐在床上 目光直勾勾盯着他 脸上的笑容僵硬几秒 又很快恢复自然 然然你醒了 我以为你还在睡呢 坐在这一栋不动怪吓人的 我克制住内心翻涌而起的暴力和恨意 不 还不到时机 我让张静初把我前世的遭遇长上一遍 又怎么能算报仇呢 我要让他一步一步 跌入地狱 想到这 我又躺下去 刚醒 谁知道你会突然拉我帘子 吓你你挂我咯 好好好 是我不对了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睡了这么久 有宝宝的孕妇都没你睡得多 听到这 我已经确定他知道自己怀孕的事了 所以是从这时候起 就专门给我做了一个局吗 难怪前世 我试图找到证明张静初怀孕的证据时 什么都找不到 反而因为他偷用我的身份证去做产检 并在网上匿名曝光 导致我怀孕一事被彻底失垂 原来 竟是早早就盯上我这个背锅侠 见我懒洋洋的 张静初眼珠一转 又开口道 对了 你让我帮你带的零食 我就给你放桌子上了 今天刚好遇到超市打折 你这一袋子只花不到四百块呢 不过记得少吃些 省得把小宝宝吃坏了哦 哈哈 他玩笑般说着 不等我回应 直接将右手一兜超大号塑料袋的零食 放在我下铺椅子上 体积足足比他给自己带的那一兜多出一倍 还真是句句 不忘把我带沟里去 剩下的零食你拿回去吧 我生活费快用完了 买不起 什么四百块 这袋子里都是包装袋很大的童话食品 仔细算下来一百都不到 钱是我不爱零食 拿到这些后也只是粗略地扫了一眼 就忙不远赚了张静初四百块钱 然后啃了十天的馒头 反观他自己 买的都是一些货真价实的营养品 怕不是在背后笑死我这个冤大头 肩背过下 可是然然 我吃不了 我有点难受 先睡了 那好吧 你想吃就跟我拿 张静初转身 眉头青醋 带着几分委屈 可惜察觉气氛不对的汪清清 早已留去洗手间 另一个是有回家了 根本没人注意他 接下来几天 我开始学习张静初做腰 咦 静初你在冲奶粉吗 好香啊 静初你怎么又在吃零食啊 当心长胖了 有小肚子哦 静初 中午又没吃饱吗 总感觉你食量变大了 腰都搓了一圈 静初 张静初心虚的很 不敢认真回我 只好打着哈哈胡沦过去 于是不出半个月 班上同学都知道了 他们的笑话同学 最近很能吃 仔细看 也确实言论了一些 其实这本没什么 同学们偶尔的注意 也不过是带着一丝好奇 若非刻意引导 谁会怀疑自己的同学怀怨了呢 尤其是张静初 这样若柳浮风的女神笑话 但张静初显然没有这么淡定 他急需一个人 帮他摆脱这种猜疑 然然对不起 我不该瞒着你的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呜呜 你帮帮我好不好 我是被令男的强迫的 我 我真的好害怕 梨花带雨的女生 扑进我怀里 惶恐无助如小白兔 不得不说 张静初确实很会弄人心 知道我是个孤儿 所以一开学 就想尽办法来给我送关怀 知道我面冷心热 所以遇到什么困难 只要在我面前哭一哭就能解决 我以为自己得到了一个交心好友 却没想到 是一条忘恩负义的毒蛇 沉默良久 久到怀中人哭泣的伪装 快要冲不住时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安抚道 别担心 我会帮你的 当你在全校出名如何 前世得知他怀孕时 我第一反应是告诉副导员 被他拦了下来 理由是他给导员留下不好的印象 影响下半年的奖学金评选 至于为什么不告诉爸妈 他解释说爸妈年纪大了 怕吓到他们 总之他有一千一万个理由 可以堂搜我 这次我也不再多问 直接带着他去医院做产检 然然 张静初低头揉着一脚 能不能 用你的名字挂一字号啊 我害怕 可以吗 我保证就这次然然 以前是一模一样的话术 不过我拒绝后 他也没坚持 无非是 后面需要他自己 偷偷以我的名义 来挂几次号罢了 拿到产检单 我陪着张静初去找医生 张静初女士 你现在有了将近两个月的身孕 平时要注意休息 多补充营养 医生认真叮嘱 我拿着本子 在医生对面飞快记录 张静初则低头坐在一旁 不知道想着什么 半晌 医生放我们离开 张静初全程攥着产检单子 只得我看了一眼 就飞快塞进包里 他足够谨慎 但是 从他找上我的那一刻 一切都注定好了 我微微一笑 摘下藏在领口的微型摄像机 拨通了辅导员的电话 杨老师 您现在有时间吗 我有点事想跟您谈谈 我阻止了辅导员 找张静初谈话的打算 并担保会带他出去住 不会给学校添麻烦 告诉他这件事 不过是为了多留一份证据而已 况且 我并不觉得 凭他三言两语 就能改变些什么 且张静初贯会装落示好 辅导员也免不了偏向他几分 反而容易打乱我的计划 对于大学生来说 一个不太负责的辅导员 只能起到调解矛盾的作用 而且是小矛盾 大事他也管不了 我轻车熟路 带着张静初 租了间两室一厅的房子 正式搬离宿舍 作为一个孤儿 我从小就锻炼出了一身顽强的生存技能 不管是洗衣做饭 还是打工赚钱 都是我在社会生存的资本 只不过这份资本 他锻炼身体给他按摩 偶尔他假惺惺说着我来帮你 下一秒就喘着气说肚子疼 于是他活成了依赖身手 翻来张口的大小姐 我活成了伺候大小姐的老妈子 短短两个月 他气色红润健康 我更加面黄肌瘦 无怪乎 最后大家会觉得我崩溃抑郁了 但此刻我只是敬忠的自己 真好 我还健康快乐的活着 不像前世疯边狼狈 酷似厉鬼的模样 只是心里多了一个鬼吧 安顿好后 我开始了和张静初 同吃同住的生活 你也知道我是个工儿 没什么钱 所以房租需要我们一人一半 剩下的生活费你可以交给我 我每天来照顾你 张静初眸中含泪 似是被感动般挽着我的手 好 然然 我相信你会照顾好我的 我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 当然 我开始每天采购鸡鸭豬肉 变着法子给张静初补充大量营养 也不刻意提醒他锻炼身体 有了前世的记忆 孕妇忌讳会什么 需要什么 我都了如指掌 偶尔他表现出游疑 也会被我哄过去 不到一个月 他的脸和手臂上又长了些肉 被他故意恶受形成的 弱柳浮风的体态 渐渐多了几分沉重 张静初表现得愈发胶着了 因为他急需给肚子里的孩子 找个父亲 于是总会趁我出去 打工赚钱的时候 丢到学校 偷偷参加各种社团活动 或是在一些人多的地方赚友 试图调个有钱的金闺序 我记得 那个富二代男友 就是他在一次讲座活动中搭上的 陈宇航 这个人后面 可没少帮着张静初给我下绊子 我被传怀孕沙子后的努力澄清 因为让张静初受到些猜疑 他更是直接带人找上门 狠狠打了我一顿 他抬起我被扇肿的脸 眼神轻慢而不屑 呵 长得丑还这么不要脸 尚敢给别人当机 婊子 离我女朋友远点 再敢给他泼脏水 老子有的是办法让你销声匿迹 滚烫的烟头被用力压在手心 灼烧出暗红的窟窿 真疼啊 既然你那么喜欢张静初 不如跟他一起下地狱好了 10月16日 张静初果然被抽签选中去听讲座 讲座不给学分 他没人去 强制要求每班出两个人 张静初不想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 但无奈这天难受的厉害 只好让我代替他去 10月的晚间你有良意酝酿 我回寝室 换了一件浅红色长裙 罕见的化了淡妆 其实我长得不差 一双桃花眼 不笑时显出几分冷意 笑起来却写着几分绵丽风流 室友笑道 真好看 难得见你化妆 是不是有了喜欢的人啊 讲座安排在晚上六点半 我到时还没有多少人 挑了个离入口 近的位置坐下 讲座即将开始 眼看着主持人上台 我不禁重眉 盯着入口这么久 也不见陈恒宇 难道情况有变 他今天不来了 这时 门口一阵哄闹声传来 我不禁松了一口气 陈宇恒一身黑衣黑裤 脖子上是一根银色链条 和白色头戴上耳机 碎发凌乱 带着几分隐性 确实长得不错 难怪前世张静初缠着他不放 则 突然有种小说男女 主要被我这个恶毒女配 拆散的感知哦 正想着 陈宇恒已经大摇大摆 领着三个小弟进来 一屁股坐在我前排靠左的位置 随即倒在小弟身上 呼呼大睡 开讲座的老师 在上面滔滔不绝 下面的学生昏昏欲睡 我撑着手肘架在座椅扶手上 拳头抵着额头 闭眼打盹 享受着片刻的安静 突然听到一声嘀呼 卧槽 宇哥醒醒 快看那牛长得好正 滚 真的 宇哥你就看一眼吗 骗你我是狗 我缓缓睁开眼 正对上陈宇恒被吵醒后不耐的脸 我轻轻眨了下眼 随即露出一个对近练习多次的笑 微微点头 便转移了视线 清平点水般掠过 陈恒宇偏着头 眼中露出几分信慰 去打听打听 他是谁 讲座结束已经快九点了 天空飘起雨 寒气清洗 我不禁打了个冷战 我后退了几步 冷不防撞上一堵人墙 同学 走路要记得看路啊 少年带着一丝玩味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我慌忙退开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事实抬脸 我抿着唇 带着惊慌和歉意 没事 你也不是故意的 同学是不是没带伞啊 不如我送送你 对着这张脸 陈宇恒莫名收敛了几分脾气 开始充当起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学生 我惊喜到 真的吗 转而想到什么 又摇头拒绝 还是不了吧 我和朋友出去租房了 不在学校住 那有什么 我也不在学校住 走吧 我开车送你回去 会不会太麻烦你了呀 费什么话 老 我又不差这几块钱的邮费 那好吧 太感谢你了同学 陈宇恒看着眼前的女孩 扬起一个大大的笑容 眉眼弯弯 某种满是信任和感激 有些不自在地挠了挠头 可 快走吧 一路上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气氛十分融洽 车开进我租住的小区 陈恒宇又十分绅士地撑着伞 把我送到楼下 今天谢谢同学送我回来 你快回去休息吧 好 这要再说些什么 一道清卵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然然 陈宇恒脸色微沉 穿着白色长裙的女孩小不跑来 脸上带着一丝憔悴 然然你终于回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张静初亲密地挽上我的手臂 披散着长发的脑袋 蹭了蹭我的肩膀 宛如一个邻家小妹妹 然后才像是突然发现陈宇恒班 满眼好奇问道 这位是 这位是陈宇恒同学 跟咱们一介的 讲座结束后下雨 见我没带伞 就送了我一程 我不动声色地震开他 把陈宇恒挂在我身上的外套 披到他身上 当心着凉 又转头道 陈同学 这就是我室友张静初 你好 你好你好 真是谢谢你把我家然然送回来了 不然他冒雨跑回来 肯定要生病了 举手之劳而已 陈宇恒被打断 此时也不好多说什么 打个招呼就走了 我拉着张静初转身上楼 他还在回头张望 但于心里正在懊恼 今天没去城的讲座 竟然让他错失了这么一条大鱼 然然 那人看起来好凶啊 他没对你做什么吧 不过他好像很有钱 他手腕上那块手表 起码要值个两百万 还有他开的车 好像是某家的限量款 我扫了一眼 他有些神油的眼睛 淡淡道 我不太懂这些 不过他说他家里是做房地产的 自然不差钱 他专业是学金融的 说不定还真是小说里那种 有千万家产继承的富二代 真姑 我没言语 进屋镜自倒了杯热水喝 随后拍拍张静初的肩膀 好了 快回去睡觉吧 以后我回来晚了 就不用等我了 我怕你身体撑不住 哦哦 好 张静初显然不在状态 乖乖回了屋 连他一贯睡前要虚伪地关心我几句 这件事都忘了 我挑了挑眉 也没提醒他把肩上沾了雨水的外套脱掉 回卧室翻看手机 才发现陈宇恒发了几条微信 可以煮些姜茶喝 屈屈寒 今天很高兴认识你 我没有搭理 直接洗脸上床睡觉 第二天有早吧 我早早起了床 做好早饭 抽空给陈宇恒解释了句 昨天头有心晕 就先睡觉了 又把张静初寒醒 二人一起吃早饭 拍眼瞼下带着淡淡的青色 显然昨晚没睡好 却又浑身透露着愉悦 显然 陈宇恒已经被他纳入绝佳目标对象了 一路走来充满了干劲 仿佛下一秒就能将目标人物收入囊中 不过这股兴奋劲只持续到上课 看着他眼神从愉悦到迷蒙 再到直接倒头闭眼 而不巧的是 由于我俩才点到教室 留给我们只有前排正中间面向老师的位置 于是当老师点名张静初回答问题时 所有人注视着他呼呼大睡了三秒 然后被我拍醒 他蹭的站起来 慌张道 老师 对不起 我 我刚刚不舒服睡着了 能麻烦您再说一遍问题吗 老师安抚的笑笑 又重复一遍问题 张静初依旧吞吞吐吐 这段时间他被各种事情困扰 哪有心情听课 很多东西都学了一知半解 老师看出了他的为难 解围道 静初同学先做吧 身体还是难受的话 可以再睡一会儿 不要强撑着 最近几节课 你看起来精神都不太好 要记得及时去医院看看 张静初羞红着脸坐下 脸色愈发难看起来 这段时间他整个人昏昏沉沉的 上课不是在睡觉 就是在忧虑 该怎么处理这个打不掉的孩子 以至于好几次老师们 点他回答问题 他都答不出来 他甚至可以感受到 班上同学投注在他身上的 一样目光 不行 他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 虽然秋冬季节穿得多 还可以遮掩 肚子却迟早会露线 趁着现在接近陈恒宇 没准还能找机会 把孩子扣在他身上 否则 也只能把这个孽障扔了 接下来几天 我又有意无意的 和陈雨恒偶遇了几次 微信聊天 也多捡着他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越发熟悉起来 能感觉到 他对我的好感度 在飞速上涨 一段时间后 陈雨恒果然按捺不住 约我出去看电影 我欣然答应 并且不经意间 把消息透露给张静初 他也不负所望地 缠上我表示想一起去 好然然 求你了 让我去吧 我保证不会打扰你们 这不是打扰不打扰的问题 我是怕你身体撑不住 我犹豫到 不会啦不会啦 我最近好多了 不会动不动就头晕想吐了 而且我天天闷在家里 你忍心看我无聊死吗 我知道啦 谢谢然然 说是看电影 其实还要先找个地方填饱肚子 陈雨恒大约觉得 我们这已经算是约会了 所以当我带着张静初 出现在餐厅的时候 他显然呆了呆 张静初娇俏地吐了吐舌头 不好意思啦学长 我太无聊了 才求着然然带我来的 你别怪他 这有什么好怪的 你们快过来点餐吧 陈雨恒只当这身女生间常见的闺蜜 故意试探考察未来对象 反而更加殷勤了 落在张静初眼里 却误以为 对方对他有点意思 脸上的妆都遮不住飞起的红韵 他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且不说两人还没确认关系 即使真谈了 他也不信陈雨恒一个富二代 会担心直守着一个女朋友 毕竟偷吃可刺激多了 一顿饭下来 桌上几人各怀心思 我专心干饭 这家餐厅的菜味道不错 反正也是陈雨恒花钱 羊毛不虎白不虎 陈雨恒则是时不时给我羊菜 或是看着我傻笑一声 张静初怕自己吃多了会孕土 妨碍接下来的计划 所以吃了几口就停了 所以此时又肚又饿又恼 吃完饭 我又顺了陈雨恒一杯奶茶 等到电影开场前 我才看了看手机惊慌道 我倒是突然让我过去一趟 说是关于论文的事 可能不能陪你们看电影了 那要不改天再 别 电影票浪费了怪可惜的 要不陈雨恒你陈雨恒你陈雨恒进去看吧 回头还可以给我讲讲电影讲什么故事 一旁的张静初眼里的惊喜之色 已经要溢出来了 但还是克制道 然然还是回去吧 少了你看电影都不快乐了 那不行 你病了那么久 难得出来一趟 可不能扫你心 说完 我拉过陈雨恒的手 把电影票塞给他 又把张静初推向他的方向 表示我的信任 麻烦你了 回头请你吃饭 说完 不等二人反应 我非快跑走了 留在原地的二人对视一眼 张静初强压着兴奋道 那陈同学我们进去吧 不能辜负了然然的一番好意 原本他都买好了泄药 想让我出丑的 奈何一直都没找到机会 没想到我这么争气 直接给他留下了 单独接触陈雨恒的机会 他欣喜之余还感慨我 真是个宠活 转眼快进到12月 课程作业多了起来 加之我拉了几个同学 一起报名了一个比赛 每天不是凑在一起 商议课题和各种细节 就是沉浸式论文 越发忙碌起来 干脆以此为借口 很少再回出租房住 让张静初自己照顾自己 他虽然不满 但也不敢直接反对 至于陈雨恒 依旧坚持不懈地找我聊天 时不时送些礼物 要不是怕这个富二代 跟张静初看对了眼 后面又来找我麻烦 我还真不想接近他 因为我并不觉得 自己现在有和他 或者说他的家庭 相抗衡的能力 他也许杀不了我 却有无数种方法 可以把我贬入泥里 一面善恶 全凭心情 就像前世 他能毫无顾忌地 带着人来欺辱 霸凌我 只为了给张静初出一口气 也能像现在一样 因为那一点点的喜欢和兴趣 收起一身高傲 小心翼翼靠近我 重来一时 我不敢赌 要报仇 也要保证自己能全身而退 想到这 我缓缓吐出一口气 耳中灌入一片喝彩声 陈宇恒投了一个精彩的三分球 宽大的红色球衣 随着他的身影摇晃 手臂上肌肉鼓起又收缩 他带着期待的神色望过来 我笑着比了大拇指 两久 等我在脑中里 清了两篇论文的思路 肚子咕咕叫起时 陈宇恒才大汗淋漓地 结束了这场篮球比赛 他胡乱擦了擦汗 迫不及待的越过紛乱的人影 朝我大步跑来 梦然 怎么样 我就说我肯定能赢吧 我浅笑着地上水 是是是 陈小少爷最厉害了 那当然 对了 说好我赢了你就请我吃饭的 咱们现在就去 说吧 他就拉起我的胳膊要走 我没动 现在可不行 说着指的指身后 同样满头汗水跑过来 给他送外套的小弟 调笑道 你光想着吃 倒是把衣服穿上啊 是阿宇哥 知道你很急 但是你先别急 陈宇恒挠了挠头 乖乖把外套披上 我继续说 先去更衣间洗个澡 换身衣服吧 不然容易感冒 随后故作不经意般 拉着他的手腕离开 陈宇恒当然不会拒绝这种接触 忙不迭追着我的脚步走了 殊不知 我们亲密互动的背影 已经被人拍照上传到了校园论坛 震惊 某笑爸富二代静当众和一女子 房间内 张静出一脸阴沉地刷着论坛 手机上照片放大 赫然是孟然和陈宇恒 即便只是二人拉着手离开的侧影 他也能认出他们 哦 看起有点子般配呀 那个女生看起来好有气质 想求大一连接 吉尾们 我就在现场 这两人颜值都超级高 多看几眼的我 瞬间觉得男朋友不香了 看着底下一水的磕糖起哄的评论 他忍不住一脚踹翻垃圾桶 油腻的外卖包装散落一地 汤汁浸湿了地板和毛毯 一样的气味弥漫开来 张静出一阵作呕 跑到马桶边吐了起来 他不太会做饭 加之胃口被养雕了 这段时间只能天天点外卖吃 营养不良加上忧虑烦闷 让他脸色愈发差下去 孟然 这就是你说的没时间照顾我吗 把我抛下去和别人谈情说爱 还是我看上的陈宇恒 既然如此 你可别怪我了 另一边 我带着洗干净的陈宇恒来到食堂 啊 你不会要请我吃食堂吧 可是我感觉食堂的饭菜都好难吃啊 陈宇恒皱眉嫌气道 我但笑不愚 从背包里拿出几盒密封好的饭菜 不吃食堂 这是我自己做的 请陈小少也品鉴品鉴如何 一份蒜香排骨 一份豆腐羹 一份龙井虾仁 另有一道素炒竹笋 并两盒白嫩大米饭 皆以葱花点缀 色泽鲜嫩透亮 香气随着盖子掀开 一点点弥漫至鼻尖 勾起味蕉的躁动 好香 想不到梦然你还会做饭 说着 陈宇恒已经忍不住开吃起来 一下午的比赛 已经让他鸡肠碌碌了 我不紧不慢 腰里筷子菜道 我是个孤儿 这种最基本的做饭 洗衣服的技能 从小就要学 突然早就饿死了 文言 陈宇恒顿了一下 这样吗 见他眼中不上同情之色 我连忙把菜推过去 快吃吧 等一下就凉了 同情与怜悯 对我来说是最没用的东西 吃过饭 天已经黑了 陈宇恒说什么也要送我回去 我并不太想把他带到寝室楼下招摇 便回了和张静初的住处 到楼下时 我正要开口让他回去 冷不防却被他一把抱住 孟然 我今天下午并不是怜悯你的意思 而是 他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 小声吐露了他的过往 原来 他的母亲和父亲是商业联姻 生下他后 两人就开始个玩个的 陈父在外面踩起飘飘 陈母则是人道中年 忽然遇到了真爱 于是毅然决然和家人断绝关系 卷款私奔 最后却被家暴难吞了财产殴打至死 陈宇恒从小缺少关爱 更缺乏教导 所以长成了一副 桀骜不逊 任性妄为的性子 他说 我做的饭菜里有家的味道 又问我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 和他一起共同摆脱过往的阴影 可是 听了这话 我只想笑 痛苦的童年 就一定决定了你全部的人生吗 不 不对 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生来 就在泥泞中挣扎的人 可并不是每个人都在怨天尤人 有的人家庭穷苦 于是努力学习 靠自己闯出一条路 有的人天生残疾 却仍然孜孜不倦 寻找生命的价值 苦难有很多种 却不是我们变坏的理由 更不是我们拿来 让别人怜悯施舍的借口 我从不觉得 孤儿的身份 是我过往生命的阴影 反之 我能更加透彻地去看待这个社会 去认识很多好的和坏的人 只要我努力做了 那我的生命就是丰富的 充实的 一切取决于当下的我 而非过往后未来的我 我觉得我应该跟陈宇恒好好谈一谈 却又觉得没这个必要 他人生中最大的苦难 就是爹不疼娘不爱 所以他觉得跟我产生了共鸣 所以脑子一热 就想要和我拴在一起 我突然有些累 所以我明知道 现在最应该做的是顺势答应他 却还是拒绝了 抱歉 我还没想好 你也再考虑考虑吧 说完 我转身上楼 未曾发现 躲在垃圾桶后的张静初走了出来 盯着陈宇恒漉默离开的背影 眼中光芒明灭不定 又忙忙碌碌地过了一段时间 我和室友们 以及其他几个同学 总算完成了比赛的一应事项 开始专心致志 准备期末复习 室友汪清清 突然慌慌张张跑进寝室 染染不好了 快谈校园论坛 有人造谣你出轨陈宇恒 还未婚先孕 一旁的江陵 你然骂出声 这些人说的也太难听了吧 更何况你还没和陈宇恒在一起呢 怎么就出轨了 听风就是雨 跟网上那些键盘侠有什么区别 我头疼得揉了揉眉心 打开论坛 果然是骂声一片 卧槽 好劲爆的瓜 竟然有人敢绿陈宇恒 长得挺好看 没想到这么恶心 吐了 默默问一句 会不会是有人造谣 他看着不像是这样的人啊 不爽轻喷什么造谣 没看到楼主 都把产检单和医院 现场照片放出来了嘛 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孟然 这明明就是识那个 我认识他是有张静初 他说孟然前段时间 确实经常神出鬼没的 后来一起出去租房 偶尔有看到孟然在吐 确实像是怀孕的症状 张静初 那不是咱们女神笑花吗 他都这样说了 那更没得跑了吧 我默默笑了笑 已经完全确定是张静初干的了 只不过 竟然比前世提前了这么多 也许我和陈宇恒走得太近 刺激到了他 让他做出了这么不理智的行为 说起来 陈宇恒似乎也消失有半个月了 微信上也没在联系我 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什么联系 两个室友见我神色放松 不禁急道 你还有心情笑 这事再传下去 你没做也成为你做的了 就是 咱们赶快想个办法 要不找副道员澄清一下 还有那个张静初 他平时不是和你最要好了吗 怎么突然上赶着来抹黑你 我心头微暖 忙安慰到 好了 你们别担心 我自有办法澄清 有人正在搞我呢 我正好将计就计 让对方自食恶果 哄好二人 我便拉着他们 打算去食堂试试 最近新出的酸菜鱼 不想刚到楼下 就和陈宇恒打了账面 他还是那身熟悉的装扮 外面照了一件宽大的白色羽绒服 脸上莫名有了几分憔悴 学校的一家大型超市 就开在我们寝室区 刚好我们寝室楼 就立在捧往超市的必经之路上 陈宇恒手里 拎着大包小包的营养品 和几件女生衣物 一副在等人的样子 我挑眉 按道这俩人还是走到一起了 只不过 陈宇恒的神色 却不见得如前世那般开心呢 我暂时不打算理会 错开眼往另一条路走 梦然 我目不斜视 当作没听到 下一秒 陈宇恒就冲上来拦住我 手里的袋子被扔下 散落一地 他死死盯着我 眼中满是复杂 你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说什么 陈宇恒一言 沉默几夕才又开口 论坛上说的 究竟是不是真的 你真的 后面的话他没再说下去 一旁脾气爆得是有江林 你忍不住开口 什么真的假的 然然行的正做的直 分明是那个造谣的人 看他不顺眼 故意给人泼脏水 烂人掌一张烂嘴 就该下十八层地狱 千刀万剐 汪清清也附和道 就是就是 我们这段时间 一直和然然在一起搞比赛去 可没 然然 话被打断 原来是张静初不知 从哪里跑了出来 他身上穿着和陈宇恒 同款的宽大羽绒服 遮住了有些臃肿的身子 一段时间不见 他状态似乎好了几分 大约是人缝洗湿精神爽吧 他亲密地 摆上陈宇恒的手臂 笑应应道 阿恒你在问什么呢 怎么能这样揣测然然 我相信然然然不是那种万来的人 虽然前段时间 他做什么都要避开我 但应该也是忙于学业 退一万不讲 然然是个孤儿 难保不会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麻烦 就算走错了路 我们及时将他拉回正途 不就行了吗 现在正是午饭时间 人来人往 张静初这话说的响亮 不少人都不远不近地 停下来吃瓜看戏 而陈宇恒 他脸上的表情愈发痛苦了 像是真的信了张静初的茶言茶语 梦然 你要是真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说啊 为什么 为什么偏偏这样 你是孤儿 可是你也不能自干 他嘴唇动了动 终究是没吐出下见二子 只不过眼中的失望又浓厚几分 一副惨遭背叛 痛苦不已的模样 人与人的信任啊 真是不堪一击 在众人看不到的地方 张静初眼中带着挑衅 然然 虽然现在是我和阿恒在一起了 但是好歹 你们之前也在一起过一段时间 要是真有什么困难 千万别客气 一定要跟我们说 我俩会尽力帮你的 对吧 阿恒 陈宇恒默默一点头 没在言语 看着眼前一唱一和 就给我拍板的两人 我很事无语 安抚的拍拍是有的肩膀 我盯得陈宇恒冷笑道 第一 我并没有答应和你在一起过 所以不存在出轨一说 你大可不必做出一副 惨遭背叛的样子 第二 事件中心是我 有没有怀孕 我自会去医院检查证实 做出澄清 你们两个不相干的外人 没资格在这里 给我妄下定论 第三 我确实是个孤儿 但这并不是你们评判 我做出劣迹行为的理由 难道没爹没妈的人 就一定会为了生存自该下见吗 那你们也太小看 我们这些所谓的孤儿了 第四 我停顿一下 视线转向张敬初 别有深意的笑笑 到底是谁未婚先孕 还有带商榷 天下没有不拓风的墙 某些人可不要以为 毁了证据就万事大吉了 说完 我静止带着一脸解气的室友离开 真会气 吃个饭还要浪费时间 吃完瓜的群众 也三三两两离开 经过张敬初二人时 还要偷偷瞟一眼 然后又转身跟同伴窃窃私语 难道 说不定 站在原地的张敬初 忽然感到一阵不安 更加抱紧了陈雨恒的手 随即想到自己 已经把东西都销毁了 而且 自己已经和陈雨恒发生了关系 把肚子里的孩子 安到了他的头上 就算孟然指出他未婚先孕 他也可以顺势绑住陈恒宇 顶多名声受点损失罢了 吃过饭 我下午立即赶去医院 原本想着先让舆论发酵一天 等明天再澄清的 奈何张敬初偏要来他面前蹦达 当着自己的面造谣声势 这还能忍 我挑着晚上人流量大的时间段 把手里刚出炉不久的检查证明 连同微型摄像头 录下的几个小视频 一起发了上去 配文两个字 澄清 账号瞬间被人顶上了热度第一 我就像瓜田里的茶 上窜下跳的 所以未婚先孕的 其实是张敬初 不是孟然 根据我的专业水平来看 图片及视频 没有任何加工过的痕迹 原始无污染 所以事情的真相近视 话说你们没觉得 这个张敬初很有心机吗 去医院产检 却想借孟然的名字 我现在合理怀疑 之前那几张造谣孟然的产检单 是他故意搞来的 楼上的真相啊 那几张产检单也不是屁果的 那就只能从一开始 就用了孟然名字 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局 你们再看 另外几张偷拍 孟去医院的照片 里面的人身形很像 却裹着后衣服看不清脸 恰好张是孟的室友 肯定对他的神态动作都很了解 多半是张公益模仿孟拍下的照片 除非是他想要嫁祸 否则谁嫌的没事去跟踪偷拍别人 楼上666 感觉要长脑子了 我下午围观张晨这两人 在那里阴阳孟 结果孟然反击的有条有理 最后还说了一句 到底是谁未婚先孕 还有戴商卷傻傻的 我当时就感觉不对劲 我也在现场 我还录了视频 孟然真的帅我一脸 求视频 求视频 加10086 诸位且慢 你们有没有发现 孟然视频里产简单的时间 是9月份 此言一出 大家都沉默了 这意味着张静初 现在起码怀孕四五个月了 我可是听说 张和孝爸沉在一起 才一个月左右 所以孩子是他前任的 陈宇恒喜当爹 楼上的别直接说名字啊 当心孝爸来砍你 好讨厌啊 孟在那里认认真真记医嘱 给他做饭洗衣服 反过来张雀这样污蔑他 可是这怎么瞒得过去啊 这个时间段 肚子再小也该想怀了吧 难道是陈某为爱甘愿淡绿帽 这个问题我也很好奇 毕竟我前期给张静初 投喂了很多大补高知的东西 他也不喜欢锻炼 除非穿的足够多 否则肚子应该挺明显的了 不过很快 他就解答了我的疑惑 第二天 张静初面色冷静的 出现在寝室门口 坚持要跟我谈一谈 为了不打扰到其他同学 也想看看他还能耍什么花招 我同意了 在楼梯口站定 他才一脸怨恨的开口 孟然 你真是好样的 我真想不到 你从那时候就开始防备我了 为什么 你怎么就不能给我一条活路呢 我明明已经把陈某恒灌醉了 让他误以为和我发生了关系 我用千辛万苦的卖惨来 得到他的同情 说我父母都不爱我 说我肚子长瘤 需要他帮忙 说我保证只是依附他一段时间 绝不影响你们的感情 哼 他是有点蠢的 一听到你的名字 竟然想到利用我来刺激你答应他 但是没关系 我自认只要跟在他身边 就一定有机会拿下他 可是你这样一做 他立刻就跟我断绝关系 恨不能离我远远的 我的努力全败废了 我单单道 是你先对付我的 还不能允许我澄清一下咯 澄清你只要把医院做的检查放上去 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要把视频也放上去 你知不知道这样会毁了我 他的声音尖利刺耳 几乎响彻整栋寝室楼 这难道不是你就有自取吗 你明知道你的造谣 会让我陷入什么样的处境 可你还是做了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拿不出证据 我会被千万人唾骂的 现在落到这个地步 不过是当初你种下的阴 回报到你身上的果而已 张静初一顿 又很快怨恨到 我才不信什么阴果 不过是我自己 既不如人输给你罢了 他忽然拉住我的手 滴滴一叹 左右这个孩子也没用了 不如你再帮妈妈最后一次吧 然后诡异一笑 拉着我的手往后倒去的同时 大喊一声救命 接下来是众物滚落的声音 我已经料到了他的意图 摇晃几下便稳住身形 向下看去 张静初已经劈头散发的 躺在血泊之中 还死死撑了一口气 没有晕死过去 感受着鲜血一股接着一股涌出 像是没有尽头的河流 也像是生命的流失 他原本得意望着我的双眸 忽然涌出泪水 和脸上的血迹融合在一起 他的嘴唇动了动 再说救救我 张静初进了医院 昏迷不醒 我被带进警局 喝了一杯茶 不过因为我习惯性 把摄像头藏在衣领上 又刚好拍到张静初 意图嫁祸我的行为 证据全面 我被放回学校 走之前顺手告了张静初 一个诽谤罪 事情被顶到了一个新的热度 有人躲在寝室门后面 拍下了我和张静初 对峙的全过程 不过只一分钟就被下架了 所有相关帖子 都被删得一干二净 但还是被一些人 眼疾手快保存下来 张的状态好颠啊 这是想破罐子破摔 同归于尽 什么吗 明明是伤敌为零 自损一千 哎 吸引的女神笑话 变成这副模样 真让人唏嘘啊 风波渐渐被学校压了下去 加上大家忙着期末考试 很快就把这件事抛出脑后了 我也不再管这些 每天照就看书复习 奈何陈宇恒总是来烦人 拉黑了微信 就寝室楼下读我 用一双奇球的眼睛望着我 然然 对不起 我不该不相信你的 你原谅我好不好 他狠狠抽了自己几个巴掌 你要是还生气 你就来打我一顿 要是不够 我让人去把张静初抓来 给你打一顿 都是他骗了我 我让他给你道歉 我忍无可忍 朝他骂道 你比张静初还有病 咱俩本来就没什么关系 你不要一直来缠着我求原谅 还有 我和张静初的恩怨 跟你有关系吗 是你自己不相信我 也是你不经过求证 就先入为主的 认定我未婚先孕 更是你自己主动选择离开的吧 何必把错处 都推到别人的身上呢 我 陈宇恒 你所谓的喜欢 不过是一时的好感 和同病相怜而已 所以当张静初 跟你哭诉他的家庭 重男轻女 他常吃不饱饭 总是把自己困在过去 挺没意思的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严禁 我转身上楼 再听到二人的消息 是在期末考试结束 难得的放松 我们约着出去逛街 哎 听说前几天 陈宇恒去酒吧借酒交仇 结果跟人打起来 被几个大块头压着打个半死 见我和汪清清 一脸诧异的望过去 江林清的清嗓子道 这就算了 关键是 他被送去的医院 刚好是张静初在的那家 本来张静初刚休养好了一些 谁知道去走廊透过气的功夫 就那么巧遇到了 没醒酒的陈宇恒 然后呢 然后呢 汪清清激动的 然后嘛 我也是听说 陈宇恒见到他 突然发了疯一样 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折叠刀 就冲上去看 张静初被捅了几刀 差点人没了 当时又进了手术室 真惨 你这么一说 我又感觉他怪可怜的 汪清清叹息一声 是有点可怜 不过也是他自己做的 咱就看了热闹的了 我摇头笑笑 前世一直跟张静初在一起 后来直接搬走 再到死亡 我的生活重心 似乎除了学业 打工就是张静初 跟其他人很少深交 如今摆脱了他给我的束缚 才发现 世界很大 我还有时间慢慢去感受人生 番外 接到医院的电话时 我还在奶茶店打工 因为是个孤儿 我寒暑假都是留在学校 找地方打工赚学费 护士焦头烂额道 张小姐吵着要见你 否则就闹着要跳楼 能不能麻烦你来一趟 我平静地洗好手中 最后一颗葡萄 我还要上班 麻烦跟他说 我下午去见他 下午四点 我准时到达病房 张静初正躺在病床上 看着窗外被寒风撕扯 却依旧苍翠的树叶 听到响声 他慢慢转过头 你来了 他的脸更加苍白 脸嘴唇也是 毫无泄色 搭在辈子上的手腕 纤细脆弱 给人一种轻轻一掰 就能断掉的错觉 像个失去灵魂的纸片人 他指了纸床边的座椅 示意我坐下 我也不客气地坐了 找我什么事 张静初抬头指示着我 缓缓开口 我前几天做了一个梦 梦见还是我怀孕了 我哭着求你帮我 你也真的帮我瞒住了所有人 你带着我出去住 每天打工赚钱 给我买营养品 给我做饭 还学着给我按摩 对我好得不得了 可是我不小心溺死了孩子 我害怕 于是把所有的锅都推到你身上 我断了跟你的联系 不帮你澄清 甚至怂恿陈玉恒去欺辱你 让他找医生 你想说什么 他又不言语了 只是沉默地抓紧手里的被子 我忽然笑道 你也说了 那是梦 梦都是虚幻的 是你内心的执念 事实是 我不仅活着 还活得很好 这就够了 张静初松开被子 又去望着窗外的绿叶 梦里的你 一定非常恨我吧 可我想说的是 不管那是梦 还是真实发生过的 但既然是我选择的路 就一定是我认为的对的 只不过这一次拜给你罢了 我跟你道歉 但如果重来一次 我还是会酿作 我就是这样一个 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人 说完 我们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等到护士进来换药 我才离开 至于张静初 以后也跟我再没什么关系了 我忽然真正理解了 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句话 我们有着相似的出身 一个没爹没妈 一个爹妈等于没有 所以我们都在努力学习 努力摆脱命运 只不过我遇到了好心的院长 和愿意资助我上学的人 他遇到的 只有不断剥削他的父母亲人 我选择一步一个脚印 他想要走一条捷径 是非对错 自在己心